大家好 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伯 我是偉恩 想必大家看到縮圖跟標題都已經很想知道內容了吧 那我們就直接切入正題啦 東京走的橋的頻道會員即將開啟囉 開啟囉 那首先來說明一下 我們為什麼會想要開啟會員 以及為什麼這個時間點呢 聊完之後再跟大家說明頻道會員的內容 其實頻道被認證可以開啟會員功能 應該已經超過一年以上了 我們也一直有在考慮是否要開啟頻道會員 那我跟Bob之間其實也討論過不少次 那我原本是一直考慮到向大家收錢 這件事情的觀點 因為我覺得創作的動機是希望分享 旅遊的資訊給喜歡東京旅遊的大家 那當然也不是說賺錢這件事情不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從東京走的橋創立的第一天開始 就是希望 有一天能夠靠東橋作為我們兩個人的正職 所以呢就一邊工作啊一邊創作 希望朝向這個目標前進 那大家也都看得到我們這兩年來 其實 陸陸續續也都有一些旅遊啊 或者是非旅遊相關的業配 所以呢就沒有太急著要開啟會員 但是從去年年底開始 由於肺炎疫情的影響 我們已經半年以上沒有接到合作了 我們的頻道廣告收益也不高 大概是連一個上班族的薪水都付不起的程度 當然這是我們自己需要努力的方向啦 並不是別人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持續的發表影片 即使受到疫情影響 我們還是盡量用新的主題 重新組了過去所拍攝過的影片 就是我們利用東橋應應為好的強大影片資料庫 推出不少大家覺得蠻實用的新影片 雖然緩慢但我們也已經累積到現在六萬第一人 並且以全日本旅遊為目標 那希望繼續進步並且去到更多東西以外的地方 有些觀眾可能不知道 因為工作結束的關係 我回到台灣已經一年半了 在疫情前呢都是以 接案啊或者是 自費來回日本的方式 一口氣拍攝大量的影片 然後再回到台灣來做剪輯 但是目前的情況看來 下次去日本最快 可能也要明年 而且 也不知道是明年的何時 所以在考慮到超過一整年都沒有辦法到日本接案拍攝的情況之下呢 我跟Bob就開始認真的考慮 是否要透過頻道會員來增加我們 頻道可以繼續進行下去的機會 但是我們還是要強調啦 就是 做YouTube頻道當然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就很像大家工作其實都很辛苦 並不是說我們就特別的辛苦 那就需要大家的支持 可是我們其實也覺得 那既然YouTube有開放這樣子一個 會員的制度 就是希望 創作者可以有更多的管道來維持 頻道經營的穩定性嘛 那麼一定也會有 喜愛我們的觀眾 會想要繼續可以看到我們能夠 持續的分享更多東京啊 那或者是甚至是全日本 旅遊的內容 並且 也會願意支持我們 那比方說東京走橋的芯片 東京不想走的橋 我們交通費大概花了七百六十塊日幣 飯店大概花了一萬塊日幣 門票大概花了一千日元 中餐跟甜點大概花了三千五百塊日幣 辣麵大概花了一千百塊日幣 觀景團門票大概兩千塊日幣 晚餐大概是五千塊日幣 那這部片光是我一個人花費 就兩萬三千七百六十塊日幣 我們當然有比較便宜的片啊 但也一定有更貴的片 但平均一次大概落在一個人 兩萬塊左右 那以週兩部片來算的話 一個月大概是三十萬日幣左右 那另外我們這兩年 拍過的餐廳總數大概是五百家 那一家兩個人平均四千塊日幣的話 已經大概花了兩百萬日幣的吃 那說實話 我們 業配以及廣告收益 遠遠不及 沒錯 就是花的 拍片預算 雖然說了那麼多花費相關的內容 但我們還是想再強調一次 這些都是我們 選擇的創作方式 我們自己也理解困難度 那我們也希望堅持下去 只是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能夠對我們的創作 幕後有更多的了解 可以有更充分的理由 決定是否要加入頻道會員 好的 那 嚴肅又比較沉重的部分 講完啦 接下來我們就來說明一下 我們目前初步的 頻道會員規劃吧 經過了一陣子的討論之後啊 我們希望頻道的會員 能夠帶給大家的是 第一個 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就是 對我們影片創作跟 旅遊的資訊表達支持 那因為讓東橋一直能夠 持續的提供優質的旅遊影片 給大家看 這個是 頻道會員的 第一個最主要的目的 好那 第二個就是呢 讓大家有更多 可以跟我們互動啦 聊天啦 甚至是 交朋友的機會 那雖然我們一直都會在 Facebook的粉絲團啊 還有 YouTube的留言區 跟大家交流 但畢竟留言的數 蠻多的嘛 那我們能做到回覆 其實也有限啦 就是 每一個都會盡量回覆 但可能沒有辦法 回覆到非常詳盡的內容 那如果是在 YouTube的 會員社群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會盡力去做到 更加 詳盡的 交流啊 與大家 的留言回答 或者是互動 等等 好那第三個呢 是 客製化的 旅遊諮詢 或者是規劃 雖然我們平常 就在影片中 把我們的 傳家之寶的行程都公開了啦 但是也許不同的人 他對於行程 會有不同的疑問 跟想法 那我們希望可以透過社群的功能啊 或者是直播 就可以提供 更加 客製化的 旅遊內容的解答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開啟會員 所以對於功能還在摸索當中 目前預計依照會員人數階段性的開放 第一階段 會員專屬社群貼文 我們會不定期 盡量一週至少一次 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 可能不一定是跟旅遊相關的 但盡量讓大家可以跟我們像朋友一樣的交流 畢竟我們也是一直把關注大家當成網友嘛 第二階段 會員專屬直播 會員人數達500人 這部分追蹤我們FB很久的朋友就會知道 其實我們以前是有週四直播日的習慣 就是每週四的下班晚上都會在東京街頭走來走去 當時有參與到直播的朋友其實也不少 但後來由於文恩回台灣的關係 直播就漸漸被取消了 但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恢復直播 找時間跟大家漸漸面聊聊天 雖然在疫情期間 還不方便在東京街頭亂晃 但我們還是可以在家中跟大家閒聊 更新我們的境況等等 大家也可以利用就直播來詢問 就是關於旅遊相關的問題 第三階段 會員專屬旅遊規劃 會員人數達1000人 剛剛文恩有提到 就雖然我們影片中的資訊就已經非常豐富了 但是透過社群來蒐集問題 我們也可以很客製化的來回答 會員的旅遊疑問及需求 就是讓大家加入會員有更多的實質收穫 在這部分的詳細辦法 等會員制度 開啟之後再研究 比較可能是規劃出會員中 比較多人想知道的行程 而不是一對一的客製化喔 第四階段 會員專屬旅行團 等待疫情過後 會員人數達1500人在進行規劃 可以除了東橋旅行團 則人在大家一起的東京旅遊 以上就是我們目前的設想 但是都有可能變動 因為還沒有真正的實行 不確定大家的反應 或是需要花費的時間 等待加入會員的大家 給我們回應 我們再一起來修改 好那另外呢 我來解說一下 會員的專屬徽章 這個是 Youtube所提供的 會員徽章 它的一個時間軸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暫停看一下 我們設計的原則 是希望可以一目了然 看出來誰是加入更久的會員 但同時 又跟東橋有 相關的元素在 別看這小小的徽章 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 做了好幾版才決定的 好那到時候呢 成為會員的 在我們的影片留言 或是在直播的時候呢 就可以顯示出你的 尊爵不凡啦 好那其實 它還有一個表情符號的功能啦 那我們目前暫時只有 只有規劃徽章 表情符號的話 可能等之後 會員人數比較多 然後我們也有 更多的時間的話 我們會再來 規劃一下有哪一些 表情符號 可以給大家在 留言跟直播的時候使用的 那我們目前推出的 會員層級呢 有兩種 一種是 75元的 東橋生命中的貴人 還有150元的 東橋加油 贊助你們 制霸全日本 好那基本上呢 大家可以享受到的 專屬福利是一樣的 像是徽章啊 表情符號 然後貼文 直播 旅遊規劃都有 那 第二個 階段的 150元的 會員是 如果你覺得 你的親戚上允許 然後你也希望對我們 表達 更多一點的支持啊 就可以很歡迎大家 贊助這個選項 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會在 每周五的 影片結尾當中 把你們的 名字 放在片尾 那就是表示東橋對你們 選擇 150元這個 選項的感激之意啦 接下來就來告訴大家 如何加入會員吧 那在解釋步驟之前 先跟大家說明 會員的訂閱是可以隨時取消的喔 如果你覺得加入會員之後不符合你的期望 隨時都可以取消 不需要任何額外的費用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在訂閱的左邊 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在加入之後 就會跳出訂閱的方案 以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入資料 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另外 我們所推出的會員方案 並不會影響 沒有加入會員的人的權利 我們拿手的行程規劃影片 還是會一樣 照常發佈的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 開啟會員制度的 重大公告啦 想跟我們有更多 互動的 喬喬記得加入會員 那其他的朋友呢 也歡迎繼續用 收看影片 還有按讚 留言的方式來支持我們囉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